太行 你看视频却不订阅朕的频道 难道就不怕朕营玉之下 砍了你吗 晴天还在被窝里赖着不想起来 秦赫轩就先到了 醒了还不起床 秦小少爷都过来了 晴天文言立刻爬起来 这是按照英玉医的方子给晴天做的药 药里多加了一些蜂蜜 没有太多苦味 应该不会太难吃 原来之前秦赫轩让自家今天再走 原来是为了给晴天赶制完药 秦小少爷真是费心了 您帮了我家太多 我都不知道该如何感激才好了 只要对晴天好就行 灵芝的事儿 我这边叫人帮你们打听着 上好的长白山灵芝大多都被当作供品送入宫中了 你们若是买到以次充好的可就上当了 秦小少爷 那这件事儿就麻烦您了 若是遇到品质好的灵芝 直接帮我们买下来就是 无论多贵 砸锅卖铁也得把晴天的身体养好才行 要既然送到了 那我就先回去了 晴哥哥 你要走吗 我今天要回家了 我知道 病好了就乖乖回家吧 那你不是来送我的吗 你都没看到我就要走了 晴天 秦小少爷是来给你送补身体的药丸的 人家回去还要读书 那怪怪的 别耽误了秦小少爷上课的时辰 这样啊 魏先生最讨厌别人迟到了 晴哥哥你快走吧 等年前来京城才买年货的时候我再去找你吧 好 那我等你来找我 先走了 林龙阁后门 大哥 咱们嫌起一趟秦家的秦庄再出称 正好 我们也要去一趟钱庄呢 那正好 大家一起吧 这会钱庄才刚开门不久 屋里没什么人 您可是叶家老三 叶庆红 哦 是我 你怎么会知道我啊 我家小少爷派人来吩咐过了 您跟我来吧 叶老三被带到后面 好久都没出来 叶老大稍微有点担心 但是想着这是秦家的钱庄 应该不会有事才对 正想着 就有人出来说叶老三找他 走进后面一个小单间 屋里只有叶老三一个人 啥事不能回家说 还整这一出 吓我一跳 大哥 你拿着 这次给清天的家种签 啥 叶老大看了一眼 但是也看不懂上面都写了什么 你好手保清天数着就算了 不行 你得跟我说清楚了到底咋回事啊 可 又啥事在回家再说啊 也对 俗话说得好 才不落败 银钱这种事是该回家说才安全 这次去天经为你打算进点什么货 明年不都是那这样啊 国外瓢盆什么的 要不说人家南方人就是收求 这些东西硬是比北边人做的真是啊 可不是嘛 这些东西全都是跟着苏行那边的来 那边运过来的东西就是好卖 这好像是个不错的商机 以前家里没什么本钱做不起 可如今这不是赚了钱吗 媳妇你说行不行 我寻死我第一次去 也不用太多本钱 你给我二十两银子就行 王家 你刚赚了点钱就飘了是不是 二十两银子还不多 再说了 你是那做生意的材料吗 前几年赔钱的事忘了是吧 二十两怎么了 那是我赚的钱 我也没说都要回来 只要你给我拿二十两还不行吗 王家 你这话啥意思 是你赚的钱 可是你昨晚刚把这钱交给我 说让我管的 这么快就后悔了 谁后悔了 林玉梅 你说这话就没意思了 我赚钱是为什么 还不是为了这个家吗 难道我不是为了这个家吗 再说了 谁知道你为的是哪个家 林玉梅 你说这话可就没意思了 我就没意思了 谁有意思你找谁过去啊 几人上车之后 真不愧要过年了 路上的人都多起来了 可不是吗 等小年儿过后人更多 一到年底这东西是真不好卖 京城的东西又全又好 也不比县城贵什么 买的多有的时候说不定还要便宜了 这是为什么 大嫂 但凡是外的运进来的东西 都是要先运送到京城 然后县城的人去进货 村里的人再去县城进货 这样层层加码 到最后可不就是村里最贵了吗 别说京城了 咱们这边还有专门跑到天津卫的集市上买东西的呢 这倒是 天津卫那边的东西还真是又多又好 就是太远了 嫂子 你说说王哥这位人 刚跟着三哥赚了点钱 如今心思就活饭了 刚才非说让我给他点银子 他要去天津卫进货 敢在年前回来卖 我还没说不同意 就稍微犹豫了那么一下 他就跟我闹脾气 说那是他凭本事赚的钱 自己总该有权力支配 原来你们两口子刚才是为了这事闹别扭呢 中场休息 各位看官如果喜欢这个系列 请为影片点赞和订阅频道 你的支持是博主更新的动力 博主支持评论区催促更新与剧情讨论 同时考虑根据大家的反应来决定 是否继续更新后续聚集 只要有催更的呼声 就会更新后续 谁让他说话那么难听 昨天刚说把钱都交给我 以后都听我的 今天就为了签跟我说那样的话 说出来不怕你笑话 当初他看葛玉蓉卖货赚钱 也想着要去做买卖 我拗不过他 最后只能找亲戚朋友借钱 凑了十两银子给他做本钱 最后赔了一干二净不说 家里还押了不少货 勒紧裤腰带两年才把外债都还清 如今他这是好了伤疤忘了疼 又开始动着了念头了 别哭 一会儿嫂子帮你说他 好不好 另外一辆车里 王哥也在跟叶老三诉苦 可惜叶老三不是叶大嫂 根本无法体谅王哥的心情 听邪府的话没错 听邪府的话没错 王哥干脆气得不说话了 很快就到了现场 王哥带着众人来到府顶轩 打算感谢几人的帮衬 王哥 听说你想去天津卫 见些年货回来卖事吗 我们从关外回来的时候去过天津卫 不如你说说自己的想法 我们说不定能帮你出出主意 大嫂不是说要帮自己说王哥吗 怎么成了帮他出主意了 对吧 大嫂 你们去过天津卫的集市就该知道 那边东西真的又多又便宜 的确是 集市里的东西更是什么都有 只有你想不到 没有他不卖的 不过你可知道 我们当初去的时候 就差点被人给坑了 当时你大哥为了护着一个路过的小孩 被人从后面一脚踹在腰上 养了好些日子才好利索 啊 叶大哥 你没事吧 早没事了 不过你嫂子说的没错 天津卫那边卖货的人都是拉帮结伙的 就连坑人都是好几个人联手演戏 若是没有熟悉的人带着 能被人坑的连裤子都保不住 连叶老大都弄不过那些人 就自己这小生板 那可真是想都不要想了 王哥玉梅 其实你们要是真想做这个生意 倒也不是没有办法 你大哥当初在天津卫就下的小男孩 他爹就是当地衙门的捕头 如果你们想去便让你大哥陪你们走一趟 有张捕头跟着 进货方面肯定不会让你们吃亏 不过回来之后能不能把货卖出去赚到钱 那就看你们自己的本事了 我们两口子都不是那闯荡性子的人 哪里会卖什么东西 再说了 若是我们大张几股的进货卖货 岂不等于告诉别人我家赚到钱了 到时候万一妹妹和妹夫登门借钱 都很难把他们拒之门外 就算我能不像的他们 街坊邻居也肯定觉得我们做个少的不地道 明明赚了钱还不借给妹妹应急 这人啥时候竟然知道这么想问题了 他若是早点就知道这么想 也不会吵架了不是 开始点菜吧 等上桌也差不多到饭点了 我和玉梅进屋看看孩子们 刚才是不是又想说什么 大嫂 真是什么都瞒不过你 你这样可不行啊 男人就跟孩子一样 你得学会教他 他做得不对你生气骂他 他做对了你又骂他 为什么早点不这样做 那做好做坏都要挨骂 时间久了 他就懒得去想自己到底该怎么做了 孩子帮着家里干了活 你夸他几句 他下次就会抢着帮你干 男人也是一样 做错了该说 那做对了就该得到奖励 他这样过得舒坦 以后就会更加注意自己的言行 尽量不做让你生气的事 慢慢的就越来越好了 乖乖 这哪里是男人 分明是又多了个儿子 男人可不就都是孩子吗 嫂子 难怪看着你们家 兄弟三个都过得夫妻和睦 这里头还真是有不少的门道和道理呢 我好多事也都是这些年跟着我婆婆学的 真是羡慕你有个好婆婆啊 慢慢来吧 你婆婆也不是坏人 只是有些糊涂 心里放不下女儿 所以你就更要笼络好王哥 让他一直跟你站在同一阵营 不然你把他也骂到对面去了 你自己难道要孤军奋战吗 外间开始上菜了 我们福顶圈开业至今都已经三十多年了 我家前云飞前掌柜自己就是厨身厨艺世家 家里祖祖贝贝儿都是干这个的 其中最出名的 便是我们前掌柜的曾祖父了 曾经是宫中的御厨 如今我们家的菜市 有很多可都是从宫中传出来的 是当年宫宴上的菜色呢 今天几位贵客点的都是我们酒楼的特色菜 叶大哥叶大嫂叶三哥 你们都是我们两口子的贵人 我嘴笨 也不会说什么场面话 咱们全都在酒里了 娘 你们干杯怎么不带我们呀 因为小孩子不能喝酒呀 那我们可以喝别的呀 你们怎么能只顾着自己碰杯干杯呢 秦天这话说得太对了 是我输漏了 点离可有什么能让小孩子喝得饮停吗 有的 都是孩子不懂事 你听他的做什么 大嫂 您这话说的可不对 我们其实最该感谢的就是秦天 是啊 不管是他们两口子 我也得感谢秦天才行 叶老大隐约觉得可能跟自己怀里揣着的只有关 三哥和我家男人这次之所以有机会跟秦府合作做积木 都是秦天跟秦小少爷争取来的 我们把最大的恩人给忘了 真是太不该了 秦天不懂什么感谢不感谢的 只是为了自己也可以跟大人们一样碰杯而高兴不已 大家干杯吧 游戏